材料清单,豆腐一块,青蒜一根,蚝油二十五毫升,红烧酱油十毫升,水三十一五十毫升,鸡蛋一个,葱少许,准备一块老嫩相结合的豆腐,不要太老的,市面上有卖黄鲜豆腐的最好,一根青蒜苗绝对不能少,增香,豆腐一切两半,粉切成薄片,用烧大点的容器打一个鸡蛋, 实际用半个鸡蛋的量就够了,鸡蛋打散后依次放入豆腐片,洋框几下整个都沾上了,准备佐料,这里是二十五克蚝油,十克红烧酱油,加上一杯多量的精水搅拌至均匀,逐个放到锅里面,小火煎,斑面的样子,全部煎好,倒入提前炖好的料,加入大蒜花,收好之后将青蒜末放入,到这里这道菜就完成了, 小天市整个菜品就加了蚝油和酱油,无需其他,如果你的口味不重,可以少用点蚝油,因为蚝油的确很咸